第九十三章 四個關鍵點 葛文軒心裡一動 道 大將軍 您的意思是 七廣博微笑道 功心未上 簡單的一句話 在場不少精明的人物 立刻懂了七廣博的想法 主動議和 是為了攫取更大的好處 且兵不血刃 等大軍修整完畢 穩住青州地盤 糧草 均需到位 國師煉化青州氣韵 在撕毀盟約北上討伐 大目標不變 還能額外壯大實力 擴大己方優勢 姬玄微微點頭 把大鳳逼到窮途末路 必然引來瘋狂反撲 屆時我軍也會傷亡慘重 聰明的獵手 會懂得罔開一面 沒了奸政 大鳳朝廷人心惶惶 我們在這個時候提出議和 就是把罔掀開一道口子 讓他們看到希望 失去薄命的勇氣 而我們則可以趁機攫取好處 要錢要糧 聽著他的解說 那些沒反應過來的將領 頓時朝氣廣脖頭去敬佩眼神 所謂上兵伐謀 領兵打仗和單打獨鬥是兩回事 後者只需要盡情地宣洩暴力 前者才是技術活 在大火還沉浸在鏟除兼政 攻下青州的喜悅中時 大將軍已經根據局勢 人心 想出了妙計 葛文宣順著七廣博的思路出發 想到了更多 嗤笑一聲 雞玄少主 前兩肯定是要的 但胃口不防再大一些 大鳳現在不比砧板上的魚肉好多少 想與我們和談 不下血本怎麼行 怎麼也要割讓幾州之地嗎 眾將領眼睛猛的一亮 旋即有人中眉道 這不是把大鳳往絕路上逼嗎 按我說 适可而止 要錢要糧就夠了 咱們花大鳳的錢糧招兵買馬 再反過來打他們 胃口太大 反而會竹籃打水一場空 這是相對保守的做法 立刻有人反駁 监證都沒了 我們說什麼就是什麼 大鳳朝廷還敢說個不字 咱們便是要那小皇帝下最幾兆 諒他也不敢拒絕 這是激進派的想法 雞玄沉吟道 尺度要把握好 一味的貪婪 只會適得其反 大鳳雖然沒了奸政 但諸位別忘了 許其安呢 他環顧眾人 語氣鏗鏘地分析道 趙手再也多年 沒有關身 他不會為大鳳朝廷仗劫死意 諾玉衡亦是如此 但許其安身負國運 大鳳若亡 他必殉國 因此 接下來他肯定會左右朝堂大局 此人性格寧哲不彎 逼迫太甚 只會讓他鋪而走險 與我們玉石俱焚 當然 雲州軍入主中原已是十拿九穩 他區區一個三品 翻不起風浪 但大將軍這招和談之際 肯定就要落空 葛文軒欲言又止 念及雞玄身份 沒有反駁 獨獨 七廣博敲了敲桌面 打斷眾人的議論 微笑道 紫蘇 你的眼光還是淺了些 只看到了雙方的實力對比 只看到了許其安的性情 雞玄微微低頭 請大將軍賜教 七廣博是他的啟蒙老師 七廣博緩緩道 永星這個小皇帝 守成有余 魄力不足 這樣的一位君王 堅政就是他最後的脊梁 在堅政死去的情況下 你們覺得他會孤注一掷的死戰 還是接受我們的和談 當然是選擇接受 葛文軒笑道 七廣博點頭 繼續說 其次是朝堂諸公 王真文卧病在床 未冤死於靖山城 剩下的 不管是貪是好 都差了些 所以這和談 唯一的阻礙是許其安 但小皇帝和許其安的利益是不同的 對小皇帝來說 求和便能穩住局面 不打仗他就安穩了 至少也能換來一段時間的和平 讓大鳳喘口氣 可對許其安來說 這樣就意味著再沒有翻盤的希望 所以他們兩人 必定離心離德 卓浩然摸了摸下巴 道 所以 大將軍此計 是一箭雙雕 若是成了 要糧有糧 要錢有錢 還能不動一兵一卒 逼朝廷割讓土地 若是不成 也能讓許其安和小皇帝離心離德 要是鬧出什麼亂子 就更好了 卓浩然這種屠夫都聽懂了 其他人當然不會聽不懂 姬玄被說服了 七廣博接著說道 那許其安是乾隆城的一塊心病 是國師的一塊心病 以往他有未冤 有堅政庇佑 肆無忌憚 現在 咱們就要讓這位大名鼎鼎的許淫羅 知曉什麼是天高海闊 卓浩然等部將大笑著附和 大將軍所言甚是 沒了堅政和未冤 他許其安算什麼東西 也敢和國師 和乾隆城叫板 沒准現在也嚇得像之安純 瑟瑟發抖 許其安不過名聲大些罢了 論修為 我們姬玄少主亦是三品 不過而而 或許根本不用國師出手 姬玄少主就能守任此子 把他煉成謝丹 用來增進姬玄少主的修為 眾將領或罵罵咧咧 或轟然大笑 姬玄沉默了片刻 一字一句道 我倒要看看 許其安如何自處 就憑他一個三品五夫 拿什麼來翻盤 他恨不得立刻飛到京城 看許其安滿臉不甘又無可奈何的模樣 葛文軒笑道 他翻不了盤 縱使立即晉升二品 也不是老師和佳洛樹菩薩的對手 何況還是封印之身 姬玄頓時冷笑一聲 齊廣博再次道 慶宮宴結束後 立刻著手此季 務必要把消息散布出去 越誇大越好 國師能否再得數周氣韵 就看此舉 何談的具體細節 文軒 你稍後拜訪一下國師 問問他的意見 以雲中目前的兵力 地盤要的太多 反而是累贅 同時也得看國師目前的狀態 是否能吃下那麼多的地盤 葛文軒笑道 是 青雲山 在竹林閣樓裡靜坐的趙手 突然睜開眼 看向桌下的陰影 一道影子鑽出 膨脹 化作人形 正是許其安 你終於回來了 趙手點了點頭 剛去了一趟四天見 沒見到姦政 我便來此了 許其安汗手示意 道 姦政到底是死是活 趙手道 大鳳不滅 姦政不死 他應該是被封印了 對於術士體系 儒家瞭解的還是比較透徹的 知道一些旁人不知道的隱秘 儘管一直不相信姦政會死 但直到聽見這個回答 許其安才真正如是重負 問道 姦政是刻意為之 他可有後手留下 趙手想了想 道 我覺得不是 若是刻意為之 實在想不通有什麼事 值得他置之死地 將大鳳推向敗亡的深淵 他若提前知曉此事 那就不會入局 趙手並不知道初代的後手 憑自身的眼力 給出了分析 姦政這次是真的栽了 許其安叹息一聲 得知初代姦政就是柴家世代守護的 大幕主人時 許其安心裡就有準備了 縱使姦政能窥探未來 但如果初代有辦法克制呢 任何體系都有弱點 就如舌有七寸 姦政也不是神 許其安把柴家的事告訴了趙手 原來如此 趙手恍然 沉吟一下 道 我覺得姦政縱使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 失策被擒 他也應當考慮過這樣的可能性 普通人尚且未雨綢繆 何況是他 不過 失去了姦政 大鳳已是岌岌可危 許其安 你當如何自除 身負國運 命運便與朝廷聯為一體 國滅 姦政要死 許其安一樣要死 許其安道 這就是我來找你的原因 縱觀朝廷能與他異事的 只有眼前這位儒家體系扛靶子 三品巔峰的大儒 趙手沉吟片刻 道 首先 你要明白敵人是誰 許其安回答道 許平峰 黑蓮 加羅樹 還有白帝 去過四天見 他才知道當日結束傳音後 孫玄姬冒著生死危機探查了情況 發現了白帝的存在 趙手當即問道 白帝為何要對付姦政 許其安沉思片刻 我懷疑姦正是守門人 當即把守門人的隱秘 以及白帝是大荒一族的身份 告知趙手 趙手默然片刻 忍不住捏了捏眉心 叹息道 如此看來 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許其安啊 許其安 你真的是氣韵加深之人 我看你是眉韵缠身才對 吐槽完 趙手把話題拉回來 說道 有件事我得告訴你 姦政出戰前 問我借了如聖克刀和亞聖如官 他應該會效仿魏冤 召來如聖英魂 許其安瞳孔微微收縮 難以置信道 若是有如聖英魂出手 他如何能敗 趙手搖頭 細節不得而知 所以你要警惕 當時絕對有超品出手了 超品出手 許其安心裡 反覆念到這句話 突然有些絕望 雲州背後 如果有超品做靠山 那還怎麼打 縱使他學衛攻 兼政 讓如聖來個沒開三度 頂多也只是負於頑抗 毫無意義 見他沉默不語 表情僵硬 趙手微微搖頭 如今壓力最大的人 不是龍椅上的永星 不是皇室宗親 不是束手邊境的陽宮 而是眼前 這位名滿天下的年輕人 他是大鳳唯一的脊梁了 老夫說說幾件 你可參考一二 趙手敲了敲桌子 讓發愣的許其安回過神來 一 必須彌補超凡戰力上的缺陷 那白地加羅樹都是一品鏡 或戰力堪比一品 許平鋒是二品巔峰的術士 煉化青州氣韵後 實力水漲船高 其次是黑蓮 二成為騎手 許其安 你要想在這場劫難中活下來 讓大鳳活下來 就努力去當騎手吧 將才易得 帥才罕見 你也不甘心一直被許平鋒 被堅證當作棋子吧 三 補足大鳳糧草問題 有一個穩定的底盤 支撐你去和許平鋒博弈 朝廷若是垮了 你再怎麼努力 修為再怎麼長 都無際於事 永遠要記住 大鳳是你的根基 四 復活未冤 許平鋒為何要等魏冤死後 才敢造反 魏冤在朝期間 不管佛門 雲州 還是巫神教 都不敢妄動干戈 巫神教為了助巫神解開封印 不得不孤注一掷 但結果呢 偷雞不成十把米 魏冤的可怕之處 不在於個人武力 他是千年罕見的帥才 論智謀 許平鋒也不及他 論領兵打仗 許平鋒更是拍馬不及 他若附生 我不敢說大鳳必勝 但至少不會如此窘迫 談何容易呀 許其安苦笑一聲 這四點 任何一個都難如登天 首先是超凡境的戰力 目前唯一有希望踏入一品的 只有洛玉恒 但他一個不夠 單是白帝和佳羅樹兩位一品 就可以橫掃大鳳的所有超凡戰力 而修行無法一蹴而就 根本不可能短期內追趕上來 況且白帝肯定有更大圖謀 兴許藏桌了 其次成為棋手 這算是最靠譜的一點 許平鋒雖然父愛如山 但心懷孝心的自己 不怕他就是了 動腦子的是 許其安確實沒怕過誰 儘管在過去的一年多裡 始終被監政和許平鋒 像棋子一樣擺弄 但那時他還太弱小 從零起步 誰弱小的時候沒被大佬娜弄過 然後糧草問題 無解 大鳳若是有錢糧 就不會淪落到如今的地步 奸政都沒辦法的是 他能有什麼辦法 世上最無解的是窮 神仙都沒轍 最後 復活未公 復活未公的招魂番 主材料已經集齊 但還差最後一件 回頭找宋卿問問 那玩意怎麼尋找 許其安起身告辭 不打搅院長了 行了一禮 走出竹阁 剛出外頭 熟悉的心悸感傳來 帝叔聊天群裡 李妙珍傳書道 二 最近各處有人散布消息 說青州失守 堅證被殺 雲州叛軍 這是強弩之末了嗎 用這等下三爛的手段 不過這種伎倆效果確實極佳 自古百姓最愚昧 京城各方都焦頭爛額 惶恐不安了好幾天 李妙珍才得到消息 畢竟她沒有發達的情報網 而知情者許其安和淮慶 這幾天為十枚心情傳書聊天 她發這條傳書 一半是吐槽 一半是求證